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云里月天下的国际学人访谈系列 我是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的陈丽教授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一位重磅嘉宾 也是著名的学者刘和教授 刘和教授是目前在人文和色科领域中 少数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华人学者之一 在我访谈刘教授之前 让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刘教授的学术背景 刘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然后于1990年开始授评于美国著名的伯克里加州大学任教 然后一直到升成郑教授 蒋熙郑教授 也是伯克里大学来自大陆的第一位女性教授 后来在短暂任职密歇根大学之后 刘和教授受聘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 现在担任该校东亚系中生人文讲系教授 以及该校的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所长 刘和教授比较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中外文化交往史、国际法史、比较政治理论、翻译于文学批判理论和数码媒体研究等多个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以及很大的影响 他先后出版了多本英文和中文学术著作 英文专注包括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Translingual Practice 中文翻译为跨语及实践 哈佛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The Clash of Empires 中文翻译为帝国的话语政治 以及芝加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The Frauding Robot Digital Media and the Future of the Unconscious 他主编的英文论文集包括了1999年出版的Tokens of Exchange 和2004年出版的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他中文著述包括1997年出版的语记书写和2013年出版的六个字母的解法 刘老师在2016年还编辑出版了论文集世界秩序文明等级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谈能够让更多的读者和听众朋友们 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刘老师在过去的30年的自学的路径 他的著作里面主要研究方法和理论贡献 然后在自己运用这些著作里面的这个研究方法的时候 能够更得心应手更准确 好那我们现在就邀请刘老师加入我们的访谈 谢谢 刘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开始 这个我知道您原来做过一些访谈 关于你个人的经历什么之类的 有的东西我们可以以后再补充 但是我今天因为时间您的时间挺忙的 所以我们就可能主要简单谈谈这个 你在从这个你美国在美国工作了 从90年到现在已经30年了 从教 所以我们也想知道你在这个从教这30年过程中 对美国高等学术界的这个感受和印象 然后总体上觉得过去这30年 你觉得最大的两三个变化是什么 谢谢你啊 陈丽 我的确是没做过视频访谈 我以前做的都是比方说报纸啦 都是文字方面的 我回想了一下 90年我在伯克里加州大学开始任教的时候 西海岸的情况还跟东海岸还不太一样 伯克里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就是他在民权运动的时候也是 怎么说学生运动呢 很厉害啊 我当时就说伯克里是相当于美国的北大 不是现在的北大 我说是伯克里相当于20世纪初期的北大 由于各种原因 科技 文化 社会运动原因 因此西海岸很特别 我呢90年代 到在基本90年代完全是在西海岸 如果你要是问我大学的变化 我想肯定是跟社会和整个世界的格局的变化分不开的 我当时所处的大的环境呢 就是冷战结束到后冷战时期 这30年内有很多的变化 其中之一呢 就是教授成分和学生成分的巨大改观 肯定是多元化增加了 女性多了 国际学生多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另一方面呢 就是研究新大学呢 就开始往公司化的方向发展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几乎都是同步来进行的 这个跟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极其强势有关系 因为讲效率 因此呢 对学校官僚系统的改造等等 对学术研究的这个要求 学生的培养 大学的校园文化的这个改造等等等等 的确30年内有很大的变化 多大陆出来读文科的 在当时是稀有动物 我是80年代中 在哈佛开始读比较文学 我们当时就数 有几个读文学的 人特别少 无论是在哈佛还是在其他地方 读历史的非常非常少 所以呢我就说从大陆 过来的80年代中期留学的学生 文科的留学生是稀有动物 现在已经不是稀有动物 因为整体的数 这个人数增加 在无论是30年前还是30年后 出来留学的仍然是以科技为主 但是到我毕业的时候就是 80年代末的时候 很多在美国留学的 做科技的一些留学生 中国留学生 开始转向商学院 开始进入这些领域 这个后来 我听说很多做物理的学生 他们都是想进华尔街 这个咱们先不说了 这都是在80年代中 到90年代这段时间开始发生的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说的不是一个仅仅的 一个大学的问题 我们说的是冷战以后 这个美国社会的整个的这个转型 以及其他社会的这个转型 因此呢 你就很难仅仅就一个地方的变化 来说清楚 这个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可以说 说明这个大学的这个 比方说在系 院系的这个层面的这个变化 我记得我在当学生的时候 在哈佛读书的时候 我们的教授从外面走进来 给我们开个セマナー 他在那一坐 然后我们系的一位女秘书 就把咖啡端上来 请他喝咖啡 这是80年代后期 而且是很普遍的现象 我想不是仅仅是哈佛大学 和我们那个系 比较文学系发生的 这好像是一个怎么说呢 司空见惯的事情 到了我到Berkeley的时候 情况就越来越变化 越来越大 直到我离开的时候 2002年 那时候变化已经非常大了 教授已经不能让秘书 来端咖啡了 很多事情 就是在整个这个大学的文化上 已经有了很大的感官 这个跟公司化有没有关系 很难说 但是因为我说了民权运动 他的很多中间分子 后来都到大学来读了研究生院 后来到大学来任教 比方说发动 女权主义的学科等等 还有其他一些研究的学科 后知名理论 还有关于帝国的研究等等等等 都跟这些人有关系 新历史主义 女性主义等等 所以呢 也就是说 这三十年很多事情都在同时发生 有一些是相互矛盾的一些事情 很有意思 基本上就是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的 嗯 就这样 但是就是说 还有一些情况肯定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我知道没有改变的就是说 教授致孝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被取消 在公司化的过程中 尽管美国的研究性大学 公司化越来越严重 但是呢 教授之校 至少在理念上还是存在 这一点呢 大家都还在坚持 刘老师 非常感谢你 刚才提到这个回复了过去的三十年 差不多美国 就是说 思想界包括他这个大学教育 和所产生的一些 可能说出现一些这个 变化 尤其是从九十年代 可能你读书八十八五年 对吧 开始八十四年去美国 之后的这个三十多年的这个 在美国的这个 一些思想转变 社会转型过程出现的 包括你刚才提到冷战时期 这个对高校的影响之类的 你还提到一个就是女性学者 当初我如果从没搞错的话 你当初是这个伯克利第一位 这个从大陆过去的 在伯克利任教的第一位女性教授 对吧 所以过去这三十年应该是 这方面应该发生了 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说女性学者 尤其从大陆出来的 到美国或者在北美 或者甚至其他一些欧美国家 做学问的任教的 这个学者越来越多 女性学者可能这个比例 也是不断上升 你们提提 比如说跟我们分享一下 根据你过去这三十年的观察 一个比如说 从中国大陆 到美国去留学 或者在欧美留学 然后要在欧美这个学术界 要这个找到工作 然后要这个拿到中生教职 说白了就是说 大家学术界遇的这种机遇和挑战 究竟是什么 比如说他们会遇到 女性学者的话 会是不是有些额外的 包括平衡这个家庭和工作之间 这种压力会不会比 男性学者会大一些 如果作为少数族裔的 华裔女性学者 是不是这个方面压力会 或者挑战会更大 相比男性学者来说 肯定是压力大 而这个不仅仅在美国学院 在哪里都是这样几乎 没有例外 最近法国政府通过了一项 很好的一个福利政策 就是说要求所有的父亲都休产假 就是我认为这个当然不是女性的问题 这是男性的问题 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几个国家 是要求父亲休产假 但是美国的急所 有一些大学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这是很好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另外年轻人肯定会碰到这种 家庭和职业之间的平衡 这个和在不在学界 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一个 又是一个社会问题 而且是一个跨国的一个社会问题 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 民意上好像女性有很多的机会 而且在法律上规定 你必须有这个就是Equal Opportunity 就法律上你不能乱来的 但是有一些很多的不成文的一些规矩 然后是女性能够 是不是能够往前走 都很难说了 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事业的发展 这个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来美国留学 原来是想回去 因为正好碰到六四 就是本来是想回去 有很多的意外 计划并不是说在北美大学 谋求一个职业 但是呢 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是 学校其实在那个时候 尤其是Berkeley加州大学 已经在这个男女平权方面 比别人都走得远了 我们新到的年轻的教授 他们会派一位 比方说已经刚拿到tenure教授来 给我们做mentor 来跟我们经常谈谈啊 回答我们的问题啊等等 但我刚到的时候 然后就认识一位学者 我不记他的名字了 他现在还在Berkeley 女性非常非常出色 也非常非常成功 他呢被派来来跟我来做mentor 然后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的全是什么产假 这个楼队这个 然后我觉得特别诧异 因为我想跟他谈学术 他跟我讲这件干什么呢 怎么说呢 如果我要是给现在的年轻女性讲话 就是说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 我就说你不能什么都要 如果你有困难的话 这是男性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这个男性的问题 是因为这个父权的这个法律 这个政治和法律和社会的整个习俗 造成了很多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什么都要的话 你就累死了 那你 你就全很厉害 你是要累死呢 还是你还是要 做一些有限的选择 除非你能 一夜之间改变这个制度 但是我们说的是 几千年的制度 不是几十年就能改变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的确得做一些有限的选择 不能什么都要 就是这个你要是问我的话 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肯定得有个取舍了 这个尤其年轻女性学者说 在家庭工作和就是说白了事业成功和家庭幸福之间 经常是做了一些这个比较大的牺牲 或者是比较困难的这个选择 这个在男性这种状况呢 可能这种压力有时候会小一些 但是在学术界的女性 咱们尤其是按照北美的这种机制 还有一个tenure的这个时间问题对吧 因为tenure它刚好是毕业之后五六年 所以这个方面可能说 对女性来说是不是要包括这个小孩 或者抚养小孩 这个过程中肯定是一个压力相对来说 比在别的行业来说 可能有可能比较大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问问 因为你在过去这三十年 也培养了不少学生 而且见过不少女性学者 另外我想问 按照你现在的感觉 对北美高校的这个印象 现在女性教授 是不是比原来多了很多 按比例和绝对人数和相对人数 相对比例来说 是不是都大了很多比原来 这个肯定的 就是比起90年代初 美国学界各个学科 女性都在增加 文科就不用说了 有的是占多数 我说的是某个系 比方说 但不是所有的情况 理工科还有点问题 看什么学科了 理工科方面数学 比方说有多少女性 这他们还是在争取 因为尤其是在美国 就在中国还好一点 尤其在美国的 就是说 他的这个对科学家的 这个期待呢 是男性 虽然有很多优秀的 科学家 是女性 但是社会的期待 仍然是男性 因此他们不会鼓励 小女孩去读数学 而中国的这个 英式教育呢 你是小女孩 还是小男孩 你都得读数学 你都得考 因此反而呢 中国的这个教育制度 培养出来的 女性的科学家 人数 要比美国多得多 这是又是一个社会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 学界的问题 但是据我的观察 的确这三十年内 女性进入 研究型大学 各个科系 这个人数 大大超过三十年前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呢 这里跟制度的改变 也有关系 你说这个tenure promotion 终生教职的这个 这个 本身的这个制度 这个跟招聘 还是有点联系 在过去 因为我在Berkeley的时候 我的一位同事 他当时就是资深教授了 他自己会开玩笑说 他我当时 博士毕业了以后 他跟我是同一个系毕业的 我的当时打了电话 给Berkeley 说我这有个很优秀的学生 你给他一个工作吧 哎 结果了工作 我们把它叫 Old Boys Club 就是 三十年前 这个教授的这个招聘和 晋级制度 没有像现在这么严格 有的教授 什么时候又发表 他还是拿到了 tenure promotion 三十年 三十年 就九十年代之前 就说 你发表不发表 也不是特别重要 就是关系 关系你认不认识人 你的这个圈子是什么人 你的老师认识谁 过去是这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一个制度 来保证比较公平的评价 比方说晋级 你说的这个 女性碰到这个时间 tenure clock 这都是后来出现的 当然我进Berkeley 是已经有了 但是在我跟你说 我那个老教授之前 比方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毕业的这些人呢 就未必有些大学 就是说他就是 不用通过公开招聘 也不用通过 怎么说呢 同行评审 来给他晋级 这样的很多女性呢 因为他不能进入这些 Old Boys Club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争存 这就是为什么 要有tenure review 你需要在外边拿信 你一个人都是同样的标准 这当然大家都觉得很 包袱很重 给所有人包袱很重 不光是当事人包袱很重 也是比方说系主任还得写很多信 是不是 你还得同行的这些 你还得写很多很多的信 去支持一个人 那个tenure等等 我们整天都在忙这些事情 就是为了使这个制度公正 所以这制度有它的好处 就是它能突破 这个Old Boys Club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女性 拿到tenure越来越多 因为它这个评审制度变得公正起来 但是也就同时变得非常非常的官僚化 这是从我的当事人的角度过来的 我是这个制度出来的 是tenure review等等 但是我个人没有觉得这个是了不起的大事 因为这也是我给我的学生说的 你只要是 怎么说呢 你在学术上 你希望有突破 你朝着那个目标走 你只要做得好 你就自然拿到tenure 这个这是规律 就是不必太担忧忧 我知道有些年轻人非常非常担心 说我能不能拿到tenure 我能不能保住这范困 我觉得这个虽然是现实存在的压力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希望对学术有贡献 非常感谢你刚才这些分享 现在我想这个主要是 在剩下的时间里面 主要是想跟你听听你关于 这个学术研究的一些想法 和聊一聊原来你此前的一些注述 包括有些我过去感觉就是说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 然后有些观点 或者我当初不是说领悟得特透的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跟你好好学习学习 然后同时也想听听你自己 从作者的角度 对那些具体一些观点 或者包括一些著作的一些看法 我想我们很多读者听到这个 应该也是觉得会有很大帮助的 第一个我想问的就是说 至少对我和很多读者来说 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地方 就是你这个学术研究和著作 跨越的领域非常多 包括了中国现代文学 比较文学 然后翻译 然后后来你又进到这个 国际法 国际中外关系 然后再到这个数码媒体和新媒体 这种就跨越了至少五六个最少 五六个不同的领域 这对按照我自己的理解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个观点 就是说过去这可能说 至少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西方欧美的这个学术界 都是越来越趋向于这个专业化 就是每个人盯着一个领域 然后深专 然后这个领域相对来说 因为出版的数有多 然后所以也不可能说 跨越那么多领域去弄去 所以每个人都是 最后就变得越来越窄 越来越focused 这个利比都有了 但是你显然是从 你的这个至少注视 或研究领域来说 你好像是一个利潮流而动的 这当然跟过去 这可能几十年里面 尤其是欧美强调这个 跨这个领域研究 跨学科研究 这个趋势有些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还是说得多做得少 真正能够做到跨越 两个以上领域的学者 这就比较少了 我觉得能跨越三个 四个以上的学者 这个领域的学者 那就更少 所以我想听听 我这个从你自己的这个经历 你是哪些具体说 是自己的学术培养 还是学术兴趣 哪些方面 让你这个不断地去 这个拓展新的领域 不断去尝试新的这个 学科领域 都是很好的问题 以前也有人问我 问过我这个 不是说你想去做 跨学科研究 就是当你发现 你必须要往哪个方向 走的时候 这种有一种强迫性 这个强迫性是在你的研究中产生出来的 年轻学者千万不要跟着我走 因为这个对你的学术利益没什么好处 对学术利益没有好处 因为你要当专家的话 就不能这么去做 我这么去做呢 第一本书当然是跟现代文学 现代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 有关系 但是呢 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 这个跨语记实践 我就发现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肯定就是已经是比较文学研究了 因为你看看现代文学的那些作品 无论是从武训到豫达夫到肖虹 他们没有说只读中国文学的 他们的这个是什么都读的 他们读了大量的苏俄的作品 大量的英美的作品 大量的法国奏作 就是有的是读原文 有的是读的译本 这就是翻译进来的 其中的一个原因 它的这个 它这个领域本身的设定呢 会给人造一个幻觉 觉得现代文学就是自成体系的 但是你研究的对象 其实早已突破了这个体系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呢就是 我在这个研究过后发现 现代汉语本身是汉语吗 你如果把40%的外来词汇 拿掉的话 你现在没有办法 写文章 我们熟悉的很多语法 包括词汇 都是外来的 或者是 我说是跨语迹 仅仅说外来 这个是一种传统的说法 都是一种跨语迹的这种现象 虽然它是汉字写出来的 但它未必它就是汉字 因为很多这些汉字是kanji 是日语的 汉字 因此它也未必就是 我们所说的那个汉语 所以这个汉语 现代文学 以及文学理论 所有的这些领域的出现 都一定是在 不同的文化之间出现 因此呢 你没有办法把它封闭出来 封闭起来 国内我知道 中文系 它这个读现代文学的人 不必读古代文学 读当代文学的人 不必读现代文学 当然有爱好的 我就是说学科的规定 这个就很麻烦了 这个 你这样来界定的话 你连你研究的对象 都界定不清楚 这就是 我没有办法 把自己放在一个 规定好的 现代文学的领域里面 做 那么你一旦进去 你发现 有这么多的 让我们觉得很困惑的一些 跟别的文化 别的历史发生关系的一些因素 你怎么去处理它 因此呢 我说有一种 强迫性 研究有一种强迫性 它迫使我去 用别的方式 去思考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突破 突破 你这个领域本身的限制 当然这跟我比较文学 训练有关系 你不可能是 只在一个 文化里 一个文学里 一个语言里 来思考问题 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后来往国际法 你知道的 这个国际法方面走 以及到最后 这个 控制论等等 其实 是一脉相承的 都是在 某一种 研究兴趣的驱动下 不得不 做一点突破 但是 我要警告年轻学者 是如果 你要是维护 自己的学术理益的话 千万不要这样做 因为有一定的风险 你的同事会人问 你出局了 你不是我们这个领域的 专家 除非你不在乎这个 除非你不在乎 你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有一些真相 你要把它接出来 有一些 怎么说呢 有一些研究 不得不做 不是为了写一本书 拿支撑 有些人不得不做 因为世界上的谎言太多 你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 去做的话 那你不怕伤害 自己的学术利益 你也可以试一试 从你刚才分享这个可以总结的话 一条就是说 你实际上是因为这个研究的项目 这个它本身所需要你突破原来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个 Boundary这个界限去 找到新的材料 然后分析新的问题 然后可能说 汲取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 来研究这个新的议题 对吧 所以并不是说是 刻意要一定要突破 比如说像你从比较文学 进到历史或者国际 反而说 因为那个问题 把你带到了一些新的领域 然后我也赞同你刚才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说年轻学者要谨慎 要这么做的话 尤其是比较文学本身来说 因为by nature 从这个名字就会看出来 它本来就比较了 就是已经是这样突破了一个文化 一个语言或者甚至一个领域了 而比如像历史 像哲学 这种比较老的 然后相对来说 在一些学术方法 或者学术方法 或者是一些学术领域的这种规则 深沿一些的 如果是比如说我们从历史 要做一个比较文学的 或者做一个这种文学的研究项目 那可能就回到你刚才说的 可能说历史领域的同行 就觉得我跳槽了 或者说我跳出另外 要进入另外领域了 就像我知道有的朋友是 从anthropology进到历史 或者历史进到anthropology 他有同事都会觉得 这是不是换行业了 或者说是不是 这个抛弃人的那个专业 所以这对年轻学者说 这确实很大风景 就是说他的包括升职 拿tenure 或者在这个领域里面的 这个reputation的问题 当然我相信 这个挑战在你这个例子里面 实际上变成一个virtual 也是一个strength 就是回到你刚才我问了 你那几本专注里面 比如说你这个第二本专注 Clash of Empires 这个翻成中文 好像是翻成帝国的话语政治 对吧 我先问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他翻译这个中文 肯定是您手啃了的 为什么不是Clash of Empires 或者翻成帝国冲突 为什么强调是帝国的话语政治 而不强调这个 Clash of Empires这个态度呢 这个仅仅是一个标题的不同 因为在汉语里的话语政治 更切题 在汉语里 帝国冲有点太抽象 这话语政治就是挑出来 因为里面有很多关于条约 这个翻译 什么国际法的翻译 等等 所以这个比较切题一点 中文比较切题一点 而且也是不是说 这汉语和 就中文的版本和英文的版本 它实际上 面对的这个 audience这个readership 也不太一样了 因为在英文里面 这个Clash of Empires 它实际上更能够 convey这个 就是说 怎么说让读者知道 这个书的针对的一些议题 很重要 而如果是在 你如果是把它变成 比如把这个中文的 帝国的话语政治 直接译成英文 再放在这个英文版本的题目 是不是就觉得 在英文版本里面 实际上不能够 看为你想说的一些东西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就说到翻译问题 这就回到翻译问题了 翻译肯定不是以字 以个别的词为单位 它是更大的单位来进行的 肯定是对象 不太一样 当时英文写作的时候 针对的是很多 非常陈旧的 包括Huntington的那些论述 什么文明的碰撞 你看我这个第一章前言 就说没有所谓文明碰撞的这个问题 只有帝国的碰撞 因此当时英文参与的是 这么一个辩论 汉语没有 因为在当时新的帝国 新的帝国 New Empire Studies 就是后志明理论出现以后的帝国研究 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发展 这本书当时是 这些研究中的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氛围 就是帝国研究 不存在 因此重点肯定是 是放在鸦片战争上 鸦片战争上 就是 它肯定是 任何词意都在不同的上下能有改变 这个那这样 我本来想先问你那个第二本书 但是咱们已经谈到这个发音上了 咱就干脆往这个 翻译这个议题上 因为这也是你第一本书的这个题目 而且也是你在这个学术研究上 你的影响和你的这个对学术 你不同领域的贡献 也是从第一本书开始的 就是这个Translingual Practice 跨语记实践这本书 按照就是说很多读者可能也知道 这个你这本书研究的不只是 它的影响不只是 局限于中国现代文化 或者现代文学的发展这个过程 或者说甚至中国研究这个领域 而是说跨语言 跨文化的这种交往 交流 甚至包括冲突 和这种文化 或者说这个叫 这个Translingual Practice 就是不只是一个话语实践 还是一个社会实践 甚至一个政治实践 所以我想听听这个 比如说对于我们这个读者和听众里面 对这个翻译理论 并不是专家的这个读 他们来说 你怎么用 能不能请你用比较简单的语言概括 你这本书和此前对翻译的理解 是哪些方面做了一些根本性的突破 或者从哪一意义上颠覆了 我们过去对翻译传统上的 一些理解和定义 这个关于翻译 翻译理论是一个领域 它有它自己的那一套论述和思考问题的 方式 我这个呢 在做这个话语记的话语研究的时候 因为我这个其实是对话语 是符合意义上的话语 就是说 它是包括建制institution 包括social practice 包括政治 甚至国际政治 所以因此为什么 这本书有一章是关于国际法的 第一部国际法的翻译 就是万国公法的翻译 那么它就是政治 但是呢 大家往往以为 政治它依赖的那一套词汇 是另外一套词汇 政治往往就是在里面 怎么说呢 没有注意的时候 它就已经开始有效 通常是通过话语实践 通常有人会以为 我的这个研究呢 可能是对翻译理论的某种发展啊 等等等等 其实我对翻译理论的这个 怎么说呢 是很感兴趣 但是那还真不是我对关注的中心 尤其是翻译研究 我关注的是什么呢 其实很有意思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China这个词 大家都不想就认为是中国 就翻译过来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在三十年代 民国其实刚建立就有争议的 因为China是支那 日本当时就要求说汉字 中国不能把自己叫 叫中华民国 中国必须叫把自己叫做支那民国 因此 当时学者有这个辩论 郭默罗拉他们都已经参加这种辩论 就是说这之间是有裂缝 裂缝就是说 没有不经过 话语实践没界的透明的翻译 当你把中国翻译成China的时候 你已经进入了一个话语体系 这是一个什么体系 这是一个 就是近代史的 这个殖民和帝国战争的体系 因此 如果你拒绝在China和中国之间画等号的话 那么你的整个话语体系要改变 你从中文到英文之间没有 它之间是一个面墙 不是一个玻璃 这个墙到底是安在哪 有多高 大家不想 认为所有的思想 理论 学术 都可以在某种透明的玻璃的关系中发生 我只不过就指出 你以为是玻璃的这些媒介 其实是墙 有厚 有薄的墙 和有高 有低的墙 但是你假装看不见这些墙 你认为这是透明的 你认为思想 就可以这样自由旅行 你认为democracy就是民主 何以见得 对不对 我们要从根本上提问 我们所有熟悉的那些概念 全部都得放在放大镜下来看 你放在放大镜下看的时候 发现 这些不同的语言之间的那些墙 其实在起 根本性的作用 但是我们看不见这些墙 这就是我对这个 怎么说呢 语言和语言之间 文化与文化之间 尤其在近代史以来 他们之间的关系 关注的一个角度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 从翻译角 我的确也谈到这个翻译 但是我更关注的是 比方说就是政治意义上的关系 历史意义上的关系 文化意义上的关系 而不是翻译本身 就是翻译的行为 它是一种行为 这种行为它的意义 是由它的政治性 它的历史性 和它的社会性决定的 它没有一个唯一的意义 所以你这个感兴趣 或者研究的主要对象 不是翻译本身 实际上是翻译 这种活动或者实践过程中 所体现出来的背后的社会 政治经济或者说政治背景 以及它的影响 对吧 不是背后 因为这不是背景的问题 我现在要特别强调的就是 它是这个翻译的行为 本身是它会使某种政治 和社会以及历史的场景出现 就是没有翻译的话 你不可能想象某些的场景的出现 而这些场景往往是 政治施展它自己的影响力 和它的暴力的基础 明白因为人的社会 没有办法 都通过话语实践来体现 对对对 不像你我这样说 不仅是这个 我们还指着各种各样的符号行为 所以是非常广义的符号行为 这就是我这本书里面的 第一章里面谈到的 关于比方说远程的这个信号发布 还有就是国际会议 日内把协约规定 急救信号应该是什么 规定海上救援信号是什么 这个19世纪末期开始等等等等 就是是指的一个 我把它叫做符号的 这个国际政治的符号转向 我现在想起来 我是这么说 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 是这个意义上来谈语言 和谈翻译 所以就是实际上我的理解 就包括两个 第一 这翻译不只是一个instrument 或者一个medium 它本身就是一个site of politics 而且就回到你刚才说的 它就是produce 它不只是个product 而且它是productive of politics 或者说包括这种power inequality 或者power politics 在这个跨文化跨语言之间的这种 权力政治对吧 这个本身这个翻译 权力政治也好 就是某种生态 或是我们的生态 就是这样 你可能会说 你是不是把翻译太强调了 我跟你讲 不是我强调 我在Berkeley时候教过一个学生 是个硕士生 他说他有一个祖先 是他母亲那边 当年在中国当传教士 我说是谁呀 他说是Bridgeman Bridgeman 就是当年在广州 鸦片战争之前开始办 那个Chinese repository 我知道那个人 他是那个editor 他是founding editor 我就跟这个学生说 我说你知道你的祖先 还做过一件什么事吗 除了他在鸦片战争前 办这个刊物 而且这个刊物 的确是对第一次鸦片战争 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还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跟晚清的一些 知名人士之间的交往 以及通过各种各样的条约的强迫 使得当年 早期的海国图治 像魏元他们做的 最早编的海国图治 翻译是吧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翻译成米国 就是日本人用那个字 大米的米 英国你是熟悉档案的 是有一个口子旁一个音 就是说发音是音 但是他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就是 bridgeman是其中的一位传教士 他们居然非常成功的把汉语改造了 把汉语的改造了 把米改成美丽的美 他不是中国人翻译的呀 对不对 你去查查案案去 这不是中国人翻译的 他为什么会特别介意呢 为什么要把米国改成美 美国 然后呢 要把那口子旁的那个音 也就是说声音的音 那个声音是音界过来的一个词 变成英勇的音呢 对不对 等等 还有法国 就是 说明这个不是个小事 因为 传教士费了很大的劲 把它改过来 最后 你就查海国图志 在亚非战争前后的几个版本 就能查对出来 很多在翻译上的改变 它只不过就是 留下一些痕迹而已 你可以想象 在当时的那个斗争 也就是说 就是这个 在当时 在国际政治 在中国展开的时候 那个斗争多么激烈 我们重新来这个重视翻译这个过程 和它所设计的这种 这个所谓practice 这个实践 是因为在于我们现在对很多词的这个对等性 就是你这个书里面提到这个所谓logical equivalence 对这个两个不同语言 不同文化之间的两个对应的词 这种对应关系 我们是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假设就是说包括刚才说到democracy和民主 法律和law 或者说这个甚至美国 为什么就跟这个United States 又变成一个equivalence了 他们这种equivalence是怎么建立的 所以你刚才书 你刚才也提到这个书里面 这个分析了很多 就是说我们过去是assume的这种equivalence 所以绝对翻译或者这个translator的工作 就是找到这种equivalence 找到个最好的equivalence 然后把它建立这种关系 然后就把这个从一个文化 一个语言语境下面的意思 就能够config到另外的这个语境语言 文化下面了 但是你这个跨语记实践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 当然第一是我们对它这种商品要挑战 对吧 所以说出来就是解构它 但是你那书的贡献不只是解构这种 所谓过去假设的这种语意对等 或者语言之间可以找到对等关系的东西 而是说重视这种对等关系是怎么 在什么情况下 为什么被accepted被这个接受的 包括刚才说到你刚才说的这个 包括比如说你那个第二本书里面 这个疑 barbarian和中文的这个疑和英文的barbarian 这种对等关系 我们现在已经变得是牢不可破 包括这个你的书出了之后 所以Logical Equivalent之后 我们怎么来走出这种结构的过程 然后能够让人第一是 就是说英文叫重构 我们这个deconstruct是怎么reconstruct 所以我就想这个天天你这个从你自己 又这个书是1995年出版的到现在已经是25年了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到了什么 现在这个什么阶段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些这个对等关系 把它先制移了 然后甚至有的挑战有的把它彻底推翻之后 我们怎么来让人比如包括刚才的例子 我们一提到这个外国人指中国 比如说一个英国官员说 这个中国的官员用这个在官方文书里面 用1来指在他的时候 我们在英文里面书写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用什么字 是用你这个在第二本书里面书写 强调这是一个super sign 还是说比如打上问号 打上引号来用这个barbarian 还是说我们有别的方式 来能够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而不至于再调入原来那种 不管是过去的陷阱 还是说是说会简单化的对等 或者是完全只用中文 就是我们不用barbarian 也不用foreign 我们就用个1放在那 我想天天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是这样的 我差不多花了两张的篇幅 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是摆在那 能看懂的人就看懂了 看不懂的人看不懂 陈丽你看懂不一定别人能看懂 就说很多人继续说 中国人其实外国人 把外国人叫做是 barbarian 因为他们用了仪这个词 马上就在这儿化等号 就像说 这个中国和China之间化等号 这个你没有办法让他不要化等号 这是人的这个认知的缺陷 但是如果学者也跟着这么来 那就不可 因为你毕竟了解的多 你学者也来这样做 那就是另外一碗事 但是我讨讨论这个疑字 疑字在汉语 活着的汉语里边 已经出局了 他被杀死了 他就是被这个中英天津条约给 给上了死刑 后来就我在书里说 就是逐渐消失了 但是barbarian这个英文词呢 还没有消失 barbarian这个英文词的生命力 更长 所以这里有一个 其实一个不对等的现象 就是说有一个还在 有一个不在 那你现在在用barbarian 英文写作的话 你其实是指向一个 什么样的一种历史状况 包括你当代的这种状况 我认为就是凡是再继续 再用这个barbarian 想证明中国人跟种族主义的英国人 一样的歧视外国人的话 这个在混淆是非 这个没有任何文献支持他 我们要说学者 就说学者的话 没有文献支持他 他呢都是通过翻译做手脚 因为他假设 一就等于barbarian 何以见得 Robert Morrison 他的最早的这个 英华词典里边 把一字翻译成 foreigner 对不对 那怎么鸦片战争以后 又变成barbarian了 这个词的意思 有这么灵活吗 谁来规定他的词意 对不对 但你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有些人还执迷不悟 我在这个 毕竟在这个学界 待时间比你要长 执迷不悟这种现象 不少见 不等于你的工作不能继续做 还是要做 就我说的这个女性的状态 女性在父权那个制度里边 求变的时候 这已经都是几百年 非常非常困难 但是并没有 因为困难 因此就停止 我认为学术 研究也是一样的 他如果读了 你的书 不明白 不明白就不明白 总会有明白的人 他还有错话 他就不去读你的书 那就维持他的执迷不悟 但我认为 某一种思想 发挥作用 它没有一个期限 你可以期待它一百年以后 发挥作用 不着急 但是对学者来说 尤其年轻学者来说 我最重要的是 要发现真相 我觉得这个 这是一个底线 因此 你要跟那些 掩盖真相的人做斗争 因此 学术领域 也是一个战场 是 这个说得很对 实际上我刚才 你在说的时候 我就想起 在分析 这个barbarian和foreign 或者说 这个疑之间的对等关系 我想起我那个书里面 分析了个 当然它不是完全字对字 但是它是phrase对phrase 这个大清律这个词 怎么也不能变成Pinocchio的 但是它在西方就变成Pinocchio的 所以这个过程中 这个我在书里面也是发现这个 就是它实际上牵涉的这种 Transcultural politics 过程设计的语言 这个epistemology 这个认识论上的 甚至是对文化 这种不管是从 这种撒异的 Postcolonial这个观点来说 这个对东方文化 对东方文明的定义 对帝国的想象 对这种 帝国这个imperial boundary的想象 都牵着在书里 为什么我说 你的书是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包括后来的 这个编撰的这本书 叫Tokens of Exchange 和第二本Clash of Empires里面 这个提到这个 就是说这个 Translatable和Untranslatable 这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 在过去 甚至到现在 可能说很多这个 对Translation Study 或者说研究Translation 或者做 从事这个翻译工作的人来说 都是一个puzzle 或者甚至一个 这个enduring的一个headache 哪些是translatable 我们怎么translatate过去 对吧 这就是所谓这个 严附的信达雅 不管是我们讲究 信 faithfulness 还是说是这种 这个达可能是翻译accuracy 对吧 就会说accurate 就是说是不是准确 是不是忠实于原文 所以这就牵涉到 这个你这个书里面 包括后来几本 包括最近你的访谈里面 都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如果 我们首先 是不是还要继续 只作为这个 可疑信号不可疑 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 Maifer 在那个问题里面 打断 Maifer出来的话 我们用什么方式 来move beyond 来解决这个 就是说这个translatable 和untranslatable 这个怪圈 所带来的问题 你在最近的访谈里面 提到说 就是说你的cash of empire 这个里面 这个super sign 我不知道这个好像是 你中文翻译的 叫做泛指符号是吗 颜值 颜值符号 我可能就觉得 我觉得超级符号了 就是颜值符号 这个你觉得 我想听听这个 你说这个颜值符号 怎么解决了这个 实际上它后面 天生两个问题 刚才说 translatable untranslatable 或者translatables 和untranslatables之间 这个纠缠不休这个问题 和刚才咱们提到 这个logical equivalence 这种过去经常假设的 这个对等性 语意或者语言之间 这个一些 我们觉得counterparts 释放在一块 它这种中间 我们所假设的 语意对等这个问题 你们在这个最近访谈 这个18年 和这个James St. Andrew 这个professor 这个教授之间 这个访谈的时候 提到说 这个super sign 作为一个 这个你这clash of empire里面 闡事的一个 非常核心的概念 解决了实际上 至少是给我们 在这个方法和 这个分析路径上 提供了一个 比较大的突破 就是我们不会再 纠缠于 translatable untranslatable 这两个 这个peer之间关系 但是呢 你在这个分析里面 并不是 把这个 可音性或不可音性 这个问题 完全抛开 不管 而是把它 作为一个set 作为一个 就是这个super sign 它所运作的 或者所成型和运作的 一个set 对吧 一个是 不管你说 在一个空间 或者一个具体案例 所以我想听听 你这个具体 跟我们读者分析一下 这个super sign 这个概念 怎么从哪个角度 从哪些方面 帮我们能够摆脱过去 对这个所谓这个 对等性的这种假设 甚至这个可疑性不可疑 这两个问题 这个所谓在里面打转 没法出来的这种怪圈 对 这个从翻译理论的角度来看 可疑和不可疑 这是有效的一个问题 但是你从话语实践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可疑和不可疑 是一个永久无法消除的焦虑 当人们面对另外一个文化 自己不熟悉的语言 它可以不用可以 还是不可以的方式表达 它可以 可理解和不可理解的方式来表达 然后它的标准当然是自己 自己的语言 自己的文化 总是有一把尺子在那儿衡量 这个衡量就是说对等不对等 这个里面有很多潜在的暴力在里面 你必须像我 你不像我的话 那么你肯定是异类 这种暴力 这个暴力后面全都是对等性在里面 只不过就是说像与不像呢 这种对等性是有点像近相的关系 把自己投射给别人 那么这个译文也是 原文和译文这像不像 那你就会追问了 什么意义上像不像 这里有个对等性原则 它才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但我说它是永久性的焦虑 人们永远是在追求这个东西 你没有办法制止 人们在一个多元的 这么一个生态环境中 去不去思考这个问题 或者不去面对这个问题 它永远有它不知道的 它不熟悉 当它在认知的过程中 它会把对方要拉入自己的这个熟悉的环境 来建立某种对等关系 最简单的就是比喻关系 这个像不像那个 对不对 镜像的投射 都是对等关系 那么这种对等关系呢 不是你能说可以排除的 这是我们思维本身 我们认知的局限 你没有别的方式去理解一个 自己不熟悉的文化和你不了解的语言 你只能靠 我们说的翻译 对不对 这个是那个 当你在说这个是那个的时候 你已经画等号了 然后这个等号本身随时都会被推翻 就是这个不是那个 这两个表述 Statements 是一个东西 都是一个逻辑 就是对等逻辑 对等逻辑包含不对等 它是相互 互为 这个 怎么说呢 相互成立的 就说 对等就是意味着 并不存在不对等 明白 它是一个逻辑 这个我说 并不是说你可以超越 但是你可以理解 去了解 所以我提出这个颜值符号 The Super Sign 就去了解 当这种认知现象发生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 更好的把握 到底在发生什么 我有一个技术上的处理 在 The Clash of Empires里边 有个技术上处理 就是 我把 他的发音 拼音 还有 它的字 还有 Barberian 这三个因素放在一起 因此呢 它本身已经不是一个东西了 它是三个东西 这个颜值符号是一个意义链 就是 其中有一个因素 规定了另外一个因素的意义 就是Barberian 开始规定 一是什么意思 所以 这个本身的这个 这个三个东西 形成的这个链条 我把它叫 Super Sign 你必须把它们都放在一起 这链条你可以用一个鞋杠来表示 你比如说 China 鞋杠 中国 这是一个Super Sign 然后呢 你会把两个放同时去 就是他们之间是 不是等号 是鞋杠 就是 是一个Super Sign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之间 有一个是在规定另外一个的意思 符号学会说 能值和所值的关系 能值就是符号 所值就是意思 但是 未尝不是 一个外语的能值 成为中文的所值 这就是鞋和宝宝院之间的关系 它是通过一个法律的形式 国际法的条约的方式 来把它固定下来的这个Super Sign 我觉得这个 这是一个技术上的方法 其实大家可以尝试 你一旦把它等号去了 把它放 鞋杠放在那 两个放在一起 甚至三个 四个 我其中还说 还有满门 都放在一起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关系就出来了 我特别注意 重视关系 因为这个关系呢 会让我们了解 到底这里边的政治 场景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Super Sign作为一个 就是说 有些 比如说 这个E barbarian 和这个 这两个词 来作为例子的话 就是一些具有特殊含义 它后面有这个 所谓这种 Chain of Significations 对吧 有一连串的 指代意义对象的这种 意念 来构成了我们 帮助当时 尤其是比如说 两次亚片段期间的这种 中外的这种 Historical actors 历史 特定历史情况下 这种活动者的 对他们所 面临的事件 所经历的这个事情 的理解 所以这个 这不只是说是 词语上 或者说语言上的一个变化 实际上是对他们的认知 对他们的事件观 对他们的言行 都会产生直接的 甚至有时候是非常深远的影响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 比如中国 现在一说中国 China 这两个词 大家实际上 大家说China 大家这个 一听到China 大家马上想到一个在 比如说以北京为首都的 这个国家 对吧 而不再说是 比如想会是日本 或是印度似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 整个就对我们的这个 对世界的认知 对这个 人类实际上 整个世界的这个认识布局 不管从政治上 文化上 社会上 文明上 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所以就回到刚才 咱们这个访谈 最初你听到这个 翻译它的意义 或者对翻译实践 对跨语 即实践 这种活动的这个研究 不只是限于 比如说这个 对这个 对这种 Discord的分析 或者对某个具体的 文本的分析 它实际上是对我们 对整个 甚至对社会 对文明 对历史 对这种国际政治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我们是 回到你刚才说 我们是通过这种符号 通过这种signification 通过语言 来认知这个外部世界的 所以这是 所以我为什么也是觉得 你这个不听第一本书 包括你第二本书 对这个 这个所谓 translingual practice 或者transcultural 这种practice的 这个进一步的深化和分析 它的意源远超出了 那个书具体分析的 这种对象或者主题 所以这是为什么 你这个书的这个 从出版之后 在二十多年 这个它的影响 在跨越了很多领域 我觉得从我个人的感觉 您是在华人学者里面 少数的 真的是从研究中国开始 但是影响远远超出中国的 这个少数几个学者之一 我觉得我的印象中 我觉得我不能数出超过五个 这种就是说研究人文社科的 华人学者 它的影响能够走得那么远的 不只是说研究中国人想着它 而是说研究很多其他问题的人 都会赢到你的书 我觉得这个方面 确实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成就 也是我觉得 为什么中国历史和其他领域 我觉得学者对你的书的 就是说所获得的这个东西 都可能是超出大家经常 有时候没有意识到的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 对一些具体语言 或者一些文字 包括比如汉字里面 刚才提到很多这种外来文字 我们过去的时候 都是想当然的 觉得比如说法律 就变成law就变成法律 法律变成law 这个好像没有觉得什么问题 比如说主权 有时候很多访谈会的书里面 提到说sovereignty 什么就变成主权 而且主权现在 为什么就变得那么重要 就是对现在的中国政府 包括对印度这些 Post-colonial 这个decolonized country 对吧 尤其对印度 这个主权变成是 The most important 或the most fundamental 这个legitimating discourse 所以这个 但是他们的对等 我相信这个 如果说我们研究这个 Hindi 或者说是印度语言 它可能这种对等关系 也跟中文也有的很像 它是一个 Historical contingency 里面出现的 所以我想问问 你这个最近 这个研究和著述里面 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这个 Event-ness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s an event 是一个你这个 也说这个概念 就是temporal spatial的一个 Event 这个Event 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就是一个世界 而是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 特定时空的条件下 出现了一个 或者发生了一个 Event 而且这个Event 你还提到了 对languages 有irreversible的impact 所以它对语言 对语意 对我们 说白了 就回到刚才说 通过语言 我们对了解世界 了解历史 了解自我的认知 都会受到这种Event的影响 所以我想听听 你能不能具体阐述一下 这个 从我的感觉 这可能是你最近 对这个翻译 翻译理论 对这个跨语记 跨文化实践 继继续思考过程中 产生了一个 新的比较重要的 一个conceptual framework 对吧 可以这么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 所以我想听听 你能不能进一步 跟我阐述一下 Translation as an event 可以从哪些方面 对我们了解 这种跨语记实践 提供更多的一些 新的分析视角 和一些新的思路 非常好 你提的这些问题 还有你的这些理解 我觉得 我在这个 回过头来看 你刚才说的 这个 有些我自己的 对跨语记实践的思想 的一些发展 回过头来看 的确有一些 就怎么说呢 在这个研究 过程中出现的 某一种强迫性 不得不去 寻找某种方法 所以我还是 就是这种 某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 最近呢 由于各种原因 我觉得这个无论是颜值符号 还是翻译的问题 我觉得恐怕得特别强调一下时间性和空间性 这是为什么我就提出这个翻译式事件 其实 如果你回过头去看 在 The Clash of Empires 我已经说 它是 这个万国公法 这个文本 的翻译 就从 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这个 美国 国际法文本 翻译成 中国 中文成为万国公法 这是一个 事件 我说的是三重事件 那么 那个基本上是从 那就是开始 思考这个问题 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再往前推进一下 就是时间性的问题 因为时间性跟 政治性是不可以分开的 每一种政治事件的发生 都是需要他自己的时间 机遇 我们说机会 某种情况下 就有这种政治的可能性 另外一种情况下就没有 因此过去几年 我也在想在方法上 咱们再继续把这个 翻译的事件性说清楚 这样因此 它就能再进一步的 突破 对等性 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回到对等性 刚才我说了 从对等性就是 这个等于那个 画等号 到颜值符号 它既不是不等 也不是等 而是一个斜杠 就是说 多重性同时来思考 我们来思考它的意义 和它的历史性 从这儿 再往前走 就是那么 到底文化和文化之间交往过程中 它的话语实践 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形态 什么样的空间形态 你比方说你刚才提到的 这个大清律律 它要那个时候 要翻译过来 它是 那个时候有效 还是更长时段有效 这都是可以思考的 主权 在当时翻译的时候 其实没有马上起作用 翻译成中文 没有说是 公亲王马上就要求主权了 这个还没有成为中文的 政治话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这都是后来了 因此呢 我就在思考 就是说这个时间性怎么思考 有的时候 如果你要是按照 年代顺序的话 是说不清楚的 它有的时候 它似乎仅仅是在文本上发生 但是突然 几十年以后或者一百年以后 它突然变成一个 社会和政治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 那它就已经不是文本现象了 那它中间隔了那么多年 你怎么去解释这个时间性 那么这个时间性是不是要进入历史的思考 这也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哲学的思考 在这里 哲学的思考 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思考 这个发生本身 事件的发生本身 它的时间性的 长短 还有一个就是不发生 在什么层面上 它可能不发生 等等 这也是时间性 都需要我们去思考 其实这个已经是哲学问题 也是语言哲学问题 同时 我认为其实 政治哲学应该考虑这些问题 但是很少有人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我当时 你说到这个时间性 我这个理解的不知道是不是过于肤浅 这个还是以大清律力为例 当初史登顿他翻译 就在那个特定是1810年左右翻译 他当然他是 那时候是因为中英这个案件 这个纠纷不断发生 所以他当时非常有这个practical的reason 然后他这个 而且他国内同时 国际上和国内同时 也有这个时间上的这个 非常这个timing 对他们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英国也是急于这个colonial government 包括这个Macintosh 他们当时在英殖民地 在印度的英殖民地 正是想了解当地 或者东方法律的实际体系 怎么运作的 所以他当时为了Macintosh 鼓励这个 这个Stampton翻译 把大清律力翻成这个英语 然后英国国内当时 也正在搞法律改革 所谓他们的现代化 他们的legal modernization 所以我说明实际上 不一定他们读者 也不一定注意到 我实际上一个重要观点 就是说也是想 怎么说来 这样的rethink rethink这个西方 所谓整个这个 global modernity 这个discourse 都是从西方 这个originated 然后开始 sprea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当然别人 其他学者 已经很多这种法律了 但是当时 这个以大清律力 这个为例来说 实际上是 中国法律 包括当之前的 18世纪 18世纪就开始 到这个Monteski的时候 中国法律是先进入到西方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 不是到了清末的时候 西方法律 进入到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这个discourse 实际上它这个reverse 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 如果咱们过去说是 global modernist 由西方形成 在这个例子来说 实际上是中国 所以我说它强调到formative stage 在西方现代形成 在成型过程中 中国法律 已经在心脏里面 开始shape它这个debates 有时候经常是通过一个反例 negative的foil来形成的 过去咱们经常有的学者 各个历史学者经常找到 positive好像也有实际的例子 证明中国法律 影响了它这个 就是说给它那个 比如它援引中国法律 成文了 这个或者enact的一个法律 才好像中国法律对它影响 实际上是 它有时候是非 或者说选择了不引用 或者不以中国法律为例 这对它也是一个深远影响 它实际上就刚才回到你刚才说是 等和不等 这是相互的 它不用中国 它实际上也是被中国法律侵了 只是说是选择另外一个道路而已 对吧 但是我回到这个timing上面 实际上当时如果是要以 证明你刚才说的这个 temporality的方面的话 这个standard这个例子 这个translation这个event 非常贴切地证明了 你刚才强调这个 时间性对它的意义 对这个跨语记实践 本身的nature和它的这个motive和它的impact 都有非常specific 而且是非常concrete的impact 所以我只是举一个就是这个collaboration 就是你刚才的这个例子 所以我也非常同意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个可能也可以解除 或者说减少一些可能学者以potential critique 觉得这个translation 因为人类社会只要不同社会 不同语言 使用不同语言的社会群体或者人到一块活动 都涉及translation对吧 所以这些有点ahistorical 就是有一个transcendental的process 这个transcendental它的解释性太强 那就变成是什么都解释 什么都不解释了 所以你这个引入这个eventiveness 或者这个temporality 包括speciality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某种意义上减少了这种 对它觉得是ahistorical process的这种critique 那就是我们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里面来 这样这个实际上对你回到你这个 另外之前几本书里面的这个观点 就是说它具的这个 这是一个process 不只是一个act 对吧 它是一个过程 这个语言的形成 这个它legitimization的过程 比如说民主和democracy这个equivalence 怎么被legitimized的 China和中国 sovereignty和这个主权 包括大清律和这个所谓pin of code 这个这个process 它肯定是必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才能形成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应该是 对这个之前包括你自己的一些 这个观点和理论分析 都会再推动一步 就是说我们再放到特定第一次条件下 它可能产生新的意义 就回到我们说 翻译它不是一个找对等的关系 它实际上就是某种意义上是一个 至少从我的感觉 是一个politicized process 这个meaning包括它怎么产生的meaning 我们怎么产生的这种对等性 我们怎么产生的新的词汇 新的这个imagination 这个都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 我觉得是所以 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一篇文章是说 就是你那个这个方向 这个direction的这个研究 这是一个高于段落了 还是说有更多的project 更多的项目会沿着这个方面 继续拓展下去 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 叫Wickenstein in the Machine 这个呢 是跟机器翻译有点关系 所以呢 它还是在往前走 是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这个 因为正在写嘛 所以只能说几句了 这个就是跟语言哲学 跟机器翻译之间的关系 那就是冷战时期的 冷战时期发生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比较偏向于 从哲学的角度进步 因为人脑和机器 现在机器翻译很发达 都是由于50年代 60年代那段时间 做的各种各样的尝试 有关系 它有一个历史 但这本书呢 不是梳理这个历史 而是从中 就是提出一些 哲学跟人工智能 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哲学 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 还在继续往前走 但是呢 不完全是这个方向 结果上一本书 最后这本书的Froid and Robot 中文我把它翻译 没有翻译 标题我翻译的是 佛式人偶 已经在做冷战时期的科技 冷战时期的科技 所以下一本书呢 跟这个有关系 对我就想顺便问问你这个第三本书 因为我前两本书很熟 第三本书 就是有点因为这个你的跨能领域太多了 这已经超出我的Beyond me了 就是说我有点跟不上你这个分析的事物 我想听听这个包括方法上的 我想听听你第三本书 前两本书之间 在方法理论上的观念是什么 是不是完全已经就是说关注的 不仅关注的问题不一样了 是不是在这个分析方法理论这个视角上 也是跟之前两本书有很大的 这个就是说partied ways 甚至说完全是有点 沿着不同的路径再往前走了 你看我的那个第二本书的第一章里边 谈到关于就我刚才说的 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 其中里边谈到关于 比如说摩尔斯玛的发明 就是在殖民战争期间的一些科学技术 尤其是围绕符号的发明等等 其实在那里面已经 已经有 那个也是符号学也是那时候发现 最终谈到符号学 都是跟科技 科技跟帝国战争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 Froidian robot也不奇怪 因为它是关于科技跟冷战 所以它是依赖相成的 只不过就是冷战 二战以后的这个科技呢 是以这个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这个sub analytics 就是中文翻译的是控制论 还有game theory 博弈论 是这几个开始发展 但是呢 他们跟我在书里边论述的比较清楚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他们跟精神分析和文学之间的关系 其实挺密切的 而且所有这些都跟书 文字符号有关系 这个也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 这里不是语言 而是文字符号 就是数字跟文字 他们在这个社会生活 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其中谈到一些 就是法国理论 就是当时这个美国和法国之间的这个 之间的这个翻译 出现哪一些误区 我们看不见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误区 就这种理论 理论之间的 都跟这个冷战时期 这个科技发展有关系 而所有这些发展呢 都跟文字符号 所谓文字处理 电脑不就处理文字呢 都跟这些有关系 因此仍然文字是一个 我关注的对象 所以它的政治性 它的时间性 在这个第三本书里边 还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进行关注 对 你这么解释 那就是说我再回头再看这说话 应该就是 因为这个知道这个方法路径之后 这个读的时候 可能说这个吸收兴趣就更多了 实际上就是说过去之前 主要是你可能说这个更关注是Language Discordism 因为这个第三本第四本 可能就更近的 可能说是更 怎么说这个 到了code了 就是说可能说 难道中国人说就是编码了 而不是说是你常人能看得见的 而是说实际上是文字 已经是文字 不是文字本身的 而是符号了 包括不管说symbols 或者code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一回到就是说 刚才说到这个 另外第一本 第三本说 这个Future of the subconscious 到了无意识的 到了这个机器耳闹 或者是robot这个程度 所以这个跟 所以我想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最初提到的问题 你说怎么从什么情况下 开始对这种 比如technology 对这种code感兴趣 我记得访谈 原来你那些访谈里面提到 好像你觉得 对好像感觉自己很多做的研究 就跟侦探似的 就对这个抽失剥茧 对找到这个 可能这个一个东西的真相 或者找到这个 现象下面本质 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不知道你到第三本书 再到第四本书 都这个跟我们目前生活中 现实生活中 这个不断涌现的新科技 新的这种通过机器 通过机器人 或者说这个AI 这个人工智能 来控制个人言行 控制社会 进行社会管理 这个过程显然是有密切关系 但是我想听听 这个你是从什么样的一个背景 或什么样的学术关注 从原来的两本书对语言 对这种跨语记跨文化交流 或者活动比较感兴趣 进到了对 当然还是有跨语记跨文化的 但是更多的是好像更深一个层次的 就是对这种文字之外的 或者文字后面的东西开始进一步研究 而且这个设计显然很多科技上的东西 这就回到咱们刚才说的 很多学生像我 你让我来 我肯定就是有点望而生畏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觉得是要的这个非常tech savvy的人 好像才能够进行深入的研究 包括这种coding 或者这种机器后面 怎么运作的这种原理 这不是一般的人文社科学者 甚至是想象的这种项目 但是你要知道 20世纪初期很多的作家 像James Joyce 很多这些作家 已经开始玩这种文字符号游戏了 因为文字和数字 是符号的两种不同的系统 文字和数字 都是字 文字数字 那些机器 有些computer 其实没有什么原理上 并没有那么难懂 它就是靠 一个靠符号 就是数字符号 只不过它是二进位 然后这个数字符号 通过各种各样的规定 它跟字母 字母符号 发生关系 所以这个本身并不是 仅仅是 就是文字符号 文字符号 尤其是包括字母 也是我们人文学者 关注的东西 我们整天用它 对不对 但是文字符号 我们做这个就知道 不仅仅是工具 它是 就是我们这个 现代生活 所谓的文明社会 最根本的社会 组织方式 靠文字靠数字 没有一个官僚系统 能够不靠文字和数字 来组织社会的 不可能 一个高度发达的这个社会 包括任何一个城市 现在城市 离开这种符号 是没有办法组织社会的 这就是它的根本性 而机器恰恰是 利用了这个根本性 所以它在我们生活中 发挥重大的作用 那么我这个书并不是说 研究机器本身 而是研究它的 这些基础 就是文字符号 和数字符号 它们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对冷战来说 computer这么重要 你像拉康 法国的那个理论家 就说 在他看来 这个计算机 要比原子弹更危险 他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对 所以这个 你第四本书 也是沿着第三本书 有点相关的这个主题 和研究方向 写是吧 但是更朝 语言哲学方面去 这个有一本书叫 The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我不知道 您可能比较熟悉 那书跟您这个书 应该是完全不同的路径 是吧 完全不同 我是这方面书很多 关于AI什么Capitalism 对对对 不是不是 我是在处理 就是非常根本的哲学问题 因为你描述现象 现在很多记者 也写很多书 说这个Surveillance Camera 什么什么的 这个就是社会学士的研究了 我的这个是 想要处理一些 最根本的哲学的问题 就是说 你把它取掉 这么说吧 你要把文字符号 和数字符号 排除在人类生活之外 你还有没有用这些机器 然后你在进一步 为什么这些符号这么重要 不光是语言 我们说的是非常具体的 是一种技术 Technology 文字符号是最老的 现在仍然在发挥着 根本作用的一种技术 古代文明创造的 在四个不同的 这个地球不同的地方 产生的这个书写文明 中国是其中之一 这是最长久的 没有被取代的 就是文字符号 为什么这些符号 就是它是最古老的 而且在现代生活中 当代生活中 发生最重要的作用的 这一类的技术 我特别感兴趣 它对这个 它对这个社会 的组织能力 你能想象 没有汉字的中国吗 那不就变成欧洲了吗 就是我们感兴趣 我感兴趣的是这个技术 不要忘了汉字是个技术 这个字母也是技术 这都是在一定的时候 发明出来的 发明出来 它需要一个平面 需要一个工具在上面刻 需要一个符号系统 就这几样 现在也是chip 自动化更高一点 但是原理还是 你需要一个平面 就要一个screen 其实是hardware 你在chip上要刻电路 我说的这个技术 是从文字发明以来的这个技术 是从文字发明以来的这个技术 直到今天的这个 computer 这个技术 各种文字处理这些机器 为什么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 发挥这么核心的坐流 这个不是社会学现象研究 而是问一些最根本的问题 你这个是一个ontological的project 不是ontological 就是technological 就是研究这个技术 人是怎么样通过技术来定义自己 你这个技术是而且比较广义上的技术 不是广义上 就已经在做文字学研究的人 早已经做科学史的学者 早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研究了 就是这个技术 这就是技术 It's a technology 就是说人的手 人的劳动 手的使用 就直立以后 人直立以后 手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 通过劳动创造文明的 创造的这个技术 现在仍然在发挥 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说的不是一般的 我说的就是特别具体的文字技术 就是写字 Writing Writing is a technology 我其实有一篇文章专门是讨论这个 那我什么时候 那我可能没读到 我以后就拜读去 那你这个我想问一个 你这个理论显得包括你这个第三本第四本书 这个使用的 选择这个课题 使用的研究方法 可能跟之前都有比较大的区别了 当然肯定有些延续性 我想 所以我想 今天从你的角度 你觉得你这个 你现在这个理论体系怎么来 你自己觉得应该比较怎么准确的来概括 或者说 来描述自己的研究方法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论路径呢 就是这个问题很好 我自己还没有特别系统的 把它总结一下 还没有总结 但是肯定是前后是有关联的 肯定关注的是跟文字 符号 技术 有关系的 但是 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方法非常非常困难 你记得福科当年做了他很多很多的档案研究以后 写了一本书叫知识考古学 对archaeology 那他来总结自己的方法 他是做话语实践的研究 只不过我都跟他不太一样 就说我是觉得要有多重语言的视角 才能把话语实践说清楚 但是呢他在描述自己整个这一套做法呢 他是有一个对立面 你要回去读这本书这是考古学 福科说他绝对不是在做思想史 他的敌人就是思想史 他说他做另外一个那也许我应该写个类似的书 到底是什么你其实问问的很好 就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来总结一下这种 是不是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东西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有一些 有一些是反复来关注的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 但是呢我关注肯定是 如果不是在方法上有突破的 我肯定不会去关注这个问题 这是肯定的 如果在方法上没有突破的 比如说如何研究思想 并不是从思想史的角度 一定是从话语实践的角度 但是又不是福科的那个路子 话语实践 福科的路子 他的话语实践是包括政治社会 各种建制 不是语言 不光是语言 语言是其中的一部分 但是呢我认为 你必须要有跨文化的视野 这样那种话语实践 能不能再往前走 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想关于文字 我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信息 就是文字本身 还有数字 就是这些东西 是怎么样维系人类社会 尤其是高度复杂的 这种都市化的 现代社会 你就不用说什么大数据了 什么的 在没有大数据之前 你也得靠这些 叫有一个paper trail 在这之前 要不然你怎么组织社会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特别根本的技术 我们可以把它说叫政治技术 对 或者是国家管理技术 或者是什么社会管理技术 等等的 有一些技术是 长久存在的 这个在科学史研究方面 有一些研究 尤其是在研究过去的 比如说罗马帝国 研究蒙古帝国 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会把书写技术 跟帝国管理 比方说远途 远途这个管理 联系起来 因为一个大帝国 它不可能直接管理 它必须通过很多很多的中介 那文字就特别特别重要 等等等等 我特别关心这些最根本的一些问题 而且有一些是 长久以来一直跟着我们 另外呢 我不太满意的 就是把人和机器对立起来 因为从发明了书写以来 人从来都是通过技术来发明自己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说 人和机器怎么对立 什么各种 就是一种谬误 很多 我对这些根本的问题 还是比较感兴趣 但是 目前还没有特别系统的整理 整理出来 所以这个 这个你之前的书 对这个 可以说这个Power Knowledge 符扣这个概念 对吧 就是这个权力知识之间的关系 分析的很多 不管是通过关注翻译 或者关注这个跨语机实践 关注帝国的运作 都应该是这个牵涉很多 我听到你刚才描述这个 新的Project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 也是一种Knowledge 当然你将来刚才说的是一种技术 技术 当然它离不开知识 知识有时候可能变成技术 但是就是说 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 Knowledge of Governance 或者Knowledge of Ordering Society 或者说 Ordering Social Behaviour 都有可能 刚才我听你在提的时候 实际上我在想 我准备 我在筹牌一个Project 实际上就比你那个要小得多 这个不管是Scope 我想研究这个 清代帝国 这个Empire怎么通过 就是这种Paper Paper's Empire 实际上就通过这种Document 就回到你刚才有个观点 就是说这么庞大帝国 前的皇帝 他就靠了几万个官员 他不可能统治三亿人 所以它是靠什么 而且这三亿人的支线官 这个地方这种所谓 Ranking Official 只有1600到1800左右 这200多年里面清代 这1000多个官员 怎么可能统治那么大的帝国 他就完全靠这种文书 他实际上 almost everything is in writing was in writing 所以这个书面的东西 它书面的东西的特性 就决定是帝国统治的特性 因为很多东西是不可能 靠oral communication 不可能面对面去对峙的 就跟那个当年的英帝国似的 就像我研究了Lady Hughes 英国你要往返 伦敦和London 和Kentown之间 广州和伦敦之间 六个月的往返 甚至有时候 甚至九个月 或者一年都有可能 那就说 等伦敦发生的事情 已经过了大半年 一年了之后 广东发生的事情 过了大半年 一年之后 伦敦才知道 所以这个帝国 实际上它这个governance over the frontiers的话 或者说 overseize empires 就跟清朝能够 管理广州 是完全不同的 dynamics 因为现在广东到北京 可以半个月 这个communication就到了 而你现在轮得那么远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觉得就是回到 你刚才说管理技术 我不知道你来技术 是英文是用technology 还是techniques 听得好像都报道 technology 我说的是技术 这个technology 就是这是Heidegger说的 那个 Heidegger Heidegger不是一本书 叫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所以他说 就是关于technology 它本身不是一个technological问题 所以还是要从哲学的角度 你说的这个关于文书啊 帝国的管理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对 做这个研究 所以 所以呢 这个 还是 比较具体 比如说 针对什么技术 比如说 文字的这个东西 它以 比如说 印刷的方式 对不对 复制 那是一种技术 手书的 那种 手稿 那是一种技术 都是不太一样的 但我特别关注的就是 这里面提出一些什么 学习问题 嗯 嗯 而机器呢 就它帮助我们来思考当代的人工智能 因为现在有很多混乱在里面 嗯 嗯 嗯 对 所以 这里面 就是说管理 就是当你现在做 就特别有意思 嗯 还有一个就是 我说的那个 无意识的问题 这个 当然不是我说的了 这个经济的人 早就做过 这个无意识的问题 这里 也牵扯到 嗯 不能管理 嗯 嗯 靠什么管理的问题 所以这里 其实挺复杂的 对对对 这个 我就不知道 像你第三个第四本书 第三本书 这个里面实际上 嗯 是不是也涉及到一个 我觉得你第三本书提到这个 实际上也是一个 包括这个翻译了 这个意义上是说 更多的可能 除了真正的翻译 比如说不同信息之间翻译 对吧 包括 那个访谈里面提到 就是这个 很多领域 实际上都在 这种进行跨 怎么说 实际上是有时候是跨 话语体系的翻译 从一个话语体系 进到另外一个 或者从另外一个 universe进到另外一个 不管是知识上的 或者科学上的 还有个 还有metaphorical的一个 meaning 就是说 包括你刚才说这个 实际上 就是我们说翻译 经常是 就一定要好像是 有一个实际的语言概念 或者说什么 文化之间翻译 但是我们实际上存在 比如说 不同的媒介之间翻译 你从一个是visual到textual 对吧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 还有包括比如说 这种价值体系上的翻译 比如说包括我们 你刚才说的AI 包括我们过去管理体系 靠人管人 或者说靠一种 conscious的 这个decision making 来管这个conscious的行为 但是现在通过AI 通过机器 通过这个computerized的这种 这个code的这个process来 实际上每个人 包括我们平常的consumption的pattern 消费这个模式 我们交流模式 包括比如通过zoom来交流 这实际上都是 过去的很多 我们的人际关系的方式 人际交流 交往 相互了解 个人identity的形成方式 实际上也是在产生一个 translated的过程 我就不知道能不能那么理解 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 过去能做的事情 现在实际上是以不同方式在做 我们不一定觉得是 我们完成了一个翻译 或者一个translate的过程 但实际上是发生了 就像刚才我们回到 回到那个传统意义上的翻译 就是说从好像主权到了 sovereignty到主权 现在我们已经不考虑 那个翻译过程 但是回到我们刚才说 这个我们个人已经言行 我们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 因为技术的缘故 因为这种新的technology 新的这种不管是管理方式 新的技术应用方式的缘故 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思维方式 我们的人际交往 包括我们的生产方式 实际上都是发生改变 你觉得能够从这意义上 你觉得一些思考 就是说把这个translation 不管我们怎么用中文 还是英文翻译 它的意义能够进到一个 metaphorical的 这个层次来说 就是说这也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 对翻译 或是翻译理论的一个思考吗 这里面有很多人写 就是翻译作为隐余 从严格的来讲呢 隐余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因为它是一种联想 对不对 但这里的问题是 隐余里面也藏了一个对应关系 就对等关系 这个等于那个 或者那个不等于这个 而这里有一个这个问题 但这个倒是隐余的这个问题 有人研究 但回到这个 The Freudian Robot里面 倒是有一张处理这个 和翻译有关系 但并不是说 既不是最等 也不是颜值符号的问题 而是不翻译的问题 沉默 为什么呢 你不翻译 为什么不翻译呢 这个里牵扯到 拉康的理论 如何进入英语世界 因为我在读博的时候 我们在读后结构主义理论 我们读到拉康 当时我就有很多的困惑 所有的人都在抱怨 说拉康怎么这么难读 读不懂 后来我就在 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因此并不是说 我有一种转折 是从transminable practice 到clash of empire 上会到 The Freudian Robot 其实这是长期 一个关注 就是从80年代 我就开始关注 这个拉康 到底怎么回事 后来呢 我把它写成 其中的一张 在The Freudian Robot里面 它作为一个征后 什么征后呢 就是法国理论 跟美国学界 文科 以及科学界之间的关系 我们忽略了什么 因此我们说 我们看不懂 当时在耶鲁大学 现在也有 有一个耶鲁大学的看物 叫的 Yale French Studies 所谓美国的理论 所谓法国理论 大家都知道的法国理论 包括福克 包括 罗兰巴特 很多很多这些人 他们的理论 都是通过一些 一些类似的媒介 比方说 Yale French Studies 介绍 拉康的有一篇 第一篇翻译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 还有三尊之一 我后来发现 没有被翻译 我对比他的法文版 没有翻译 为什么不翻译 拉康他自己说 他说 肯定有人不会读这一部分 里边有很多的数学公式 搞文科恩看不懂 把它撇在一边 认为它不重要 因此就提出了一个 空白的问题 沉默的问题 就是翻译中会有一些 怎么说这种gaps 无论是人为的 还是不是人为的 像这种情况 使得我们 对所谓的法国理论 的这个认识呢 有偏差 这偏差并不是说 需要纠正一下就完了 这里很有意思 能展开一段历史 就是冷战时期 美国的控制论 是怎么被翻译成法文 然后法国人怎么读 美国的科学 数学 数学家的 论文 因此呢 美国的做文科的学者就不懂 这里有特别奇怪的一种反差 那么我感兴趣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 不翻译 这跟我以前的研究还不太一样 就说省略 抹杀 不翻译 也是这个翻译的一个过程 也一部分 对不对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去研究 而它的 它的后果是什么 而我们这里就是有后果 因为 你 美国的人类学 学科 历史学科 政治学科 就不要说文学都受到 所谓法国理论的冲击 复合呀什么的 这通过都是通过这个渠道 那么我就感兴趣的就是当代的 所谓的知识生产 它是在翻译的过程中 有哪些空白 有哪些沉默 它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所以这个 The Freudian Robot的确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是在这个层面上处理这个问题 比较文学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比较文学在80年代和90年代 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 就是生产法国理论的角色 就我这个领域 翻译 推广 然后给各个学科都 包括社会学 产生了巨大的成绩 你比方说 新历史主义 在这个文学和历史研究之间 发生的 人类学的很多新的一些转向 也跟法国理论翻译有关系 跟福科也有关系 对不对 还有德里达 是不是 这些翻译 对历史学对文学 都是这个途径 比较文学就是一个理论工厂 而其中的一个重要颜料就是法国人的论述 而这些论述呢 里边有一些空白 有一些 有意思的 不被人提起来的 不说的 在翻译中不说的 你怎么研究 所以呢 我那个在Froding Robot里边 其中有一章是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 回到这个 就是说 你现在一个是过去这三本书 这一下像你四本书的话 还是能够找到一些 理论和学术上的脉络 对吧 就是说有的地方不是像有的学者 大多数学者那么明显的 从上边说到下边说那么自然的 好像明显的一个过渡 但你这几本书 我觉得总体上关注的一些核心问题 还是有关联的 包括你刚才说的 不管是从语言到符号 到这个一些深层次的 哲学上的问题 包括不管是国家间的 文化间的 或者说人和机器的 对吧 这些从这意义上 我觉得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脉络的 我也有点 我知道你这个可能也挺累了 快两个半小时 所以我想 差不多 可能就最多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问 假如让你现在回头 看看这个 总结一下自己 过去这三十年的学术研究 著作 然后 包括已经出版了三本书 还有出版了很多其他的文章 还有中文英文的编撰的书 如果让你挑 你对哪一本书是最满意的 我都回答说 我最满意的书我还没写 这非常完美 这个回答说得很好 但是比如说 在你出版的书里面几本 几本书里面挑 你觉得哪一本你是更满意一些 这就很难说了 就是每一本都有一些 我觉得 值得 值得 就是回头来 回头来看 当然 我当然 我最关注的不是 我目前最关注的 比方说The Freudian Robot 我认为这本书 恐怕对 但这本书不太好理解 这本书提了一些 比较重要的问题 也是寻找真相的一本书 你这三本书 对跟中国 因为它离得比较远了 对吧 它就是不是一个 因为你前两本 都还是跟中国密切相关的 第三本相对来说 这个距离就比较大一些 对不对 这也是为什么国内目前为止 还没把它翻译成中文的缘故 是不是 不是 因为这本书翻译起来特别难 所以我事先就让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不要把这本书的中文版权拿走 我自己拿着 我自己拿着 我会有特别特别 就是懂这本书的译者 那才应该去 要不然的话就可惜了 因为国内你知道有很多的 就我在这把着呢 国内有很多翻译就是 弄一些是用机器的方式翻译 就是翻译出来你不会懂 英文挺清楚 但中文不懂 所以我害怕这本书被刷坏了 哦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 当然你还有个 我实际上刚才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你是最好的回答的人 我知道你16年的时候 出了一本编传的书 对吧 就是说弄成中文的 我已经具体忘了题目好像是 帝国 世界秩序文明等级 世界秩序文明等级 那本书好像突然一下 让国内读者学者 这个学术群体 对你的书的关注度突然提高了很多 但是我相信你的书 在95年那本书出版之后 国内肯定有不少 在尤其相关领域的学者 已经非常了解你的东西了 但是我就想 是不是说是因为 第一是中国现在这种状况 因为大国崛起嘛 至少国内很多人觉得是大国崛起了 然后对这种帝国秩序 对国际秩序的关注度 比原来高得多 再加上全球化 中国的融合程度也高很多 所以你第二本书 再加上你刚才说的那本书 帝国秩序 这个题目和关注点都刚好 跟国内的学者和大众 包括领导层 关注的东西都密切度很高了 所以突然一下 让大家对你的书的实际上 原来很多理论是 之前95年代的书里面 可能就已经是说得很清楚 但是大家是 当然也正常了 大家之前可能是没有关注到一个 就是写这个 好像研究翻译研究文学的 跟当前的国际政治生活 那么密切相关 突然大家好像是找到了 这个 你的这个理论的这个 跟他们对他们密切相关的地方了 所以我就不知道 你第四本书我猜 可能也有可能一个状况 就是说在下一波 大家开始关注具体那些问题的时候 突然发现 你第三本书已经研究这个东西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两本书已经是有关联的 所以倒是不存在一个过时的问题 可能就是说 像那个两卷名 或者你到时候写第五本有可能 三卷本都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这个到时候 一块吃饭也有可能 但是我就回到一个 就是刚才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说再回到刚才 你那是16年出的书 对吧 那个书关于国际秩序和文明等级 是吗 是世界秩序和文明等级 文明等级 这本书跟目前中美关系举世走向 也是密切相关的 就是说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假如我们 对尤其你的书的这个著作的读者 和我们一些听众来说 运用你前几本书 包括刚才说2016年编撰那本书 里面的这个 这些里面的观点 理论和视角 来审视 来观察现在的中美关系的现状和走向 你觉得有哪些方面 我们刚才所讨论的 包括那些这个对跨语记实践的 这个思考 对这种翻译牵涉的这种 这个权力政治 这个所谓实践过程中产生的 过程光的这个 或者怎么说 掩盖了到过程光的政治 我如果把 我们把这些这个视角 这些观点都能够 吸收过来 然后变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方法 那我们这个 来重新的观察 中美线这种状况和 短期的或者过去 今后一二十年的走向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哪些方面 比如一些新的视角呢 或者就是说 所摆到幻动的说法 就是运用你的这个 著作里面一些理论方法 我们现在怎么看待 现在的中美关系 这个性质 然后我们可以 大致可以 怎么更好的理解 今后短期的 比如今后几年 四年或者五年 十年之后 中美关系走向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 而且为什么会有 现这种状况 这样就是说 学业之勇 我们怎么把你们这个理论 运用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来 让我们的读者 或者学者 在研究这个相关问题 尤其是这个现实问题 过程中 怎么可以更好的 对这些问题 有个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 世界秩序文明等级呢 是我组织一批学者做的一个研究 在清华大学做的一个项目 因此它不是一个会议论文集 就是是好几年 大家一起切磋出来的一个东西 因为在我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问题 特别特别急迫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是在两边跑 我看到了一些现象 我觉得恐怕我得用中文编一个集字 当时就组织这些学者 做了几年 2016年出来的 这本书我很满意 因为我是特别用心编的 其中还有我也写了一篇 关于国际法的 又有一篇在里边 当然里边的那个前沿 有一个导演我就说 我们必须要了解过去五百年发生的事情 五百年 就是我们的这个跨度必须是五百年 因为子五线的划定就是五百年前 哥伦布征服美洲大陆 从那以后发生的 在全世界各地 包括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必须要在这样大的一个时间跨度里去理解 然后我们才能看清我们现在的处境 当时我就记得 我就特别强调这一点 在这个导演里面 就是说我们不认识这个世界 我没法认识中国自己目前的处境 因此呢 这本你还说 就这本书我还真是特别用心的编了 因为我 倒不是因为它有当 就是说有一些现实的一些考虑 但就我有一些焦虑吧 就是说 就是我做的这些历史研究 你是历史学家 你也会有同样的焦虑 你看到 到底是比别人多 你去在档案里爬书这么久 对不对 你在档案里看到的不是教科书里看到 告诉你的这些事情 你就希望把这个真相把它弄清楚 所以这本书呢 基本上是在做这个工作 我觉得如果国内能够 它能够发挥一些影响的话 我觉得能够让大家清醒一些 不被当前的中美关系的恶化 或者改善所左右 就是很短时的一些事情 或者一个大选 就能影响到大家对未来的期盼 因此我就觉得 这种历史的这种视野 是我们学者可以给大家提供的 至于你说 是不是大家说 这个人做文学怎么办 我不是说了吗 我早被文学开除出来 我看了历史书 历史学的书更多一些 就是说我现在还在做联合国的档案 就是算一个 self-taught historian 我觉得这个工作它的重要性 恰恰就在于 它给我们一个特别长远的一个视角 然后让我们能认识我们今天在哪里 对我也是非常赞同你的观点 所以我也是觉得历史 如果说我们不谦虚的话 我觉得学历史 或者说不管研究历史 学历史 确实给我们看待目前 就是短期内 眼前的很多事情提供一个 比较长远的 比较深远的视角 我们不会说是因为 一些眼前的波动 或者眼前的成功 失败 好像觉得是这个世界的末日 实际上回头一看 不管是过去500年 还是50年 还是过去100年 会发现这种同样的 比如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我看到了 简直是完全是觉得太熟悉了 不管是说鸦片战争 还是说是义和团运动的时候 那国外1900年的时候 国外对中国的这种 所以不管是你叫它 Orientalist, Racist, Stereotypes, Portraitors 跟现在不会说是有 现在不会说比那时候严重 对不对 所以也从那意义上说 就是说当然有的人会变得绝望 但是我们会觉得可以 就是说 things will get over 这个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往前的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 这是其 但是就是说我想你对现在 对当前中美举世的看法 我想看看 听听你是从不同领域跨领域 做了很多领域的研究 有很深入的分析 你对目前中美这个局势这个现状 你有个具体的什么 自己的想法可以分享吗 就比如像中美现在是个什么样状况 是一种短期内的一种 就是说政治就是party 就是美国的这个 由于大选或者选举 导致它短期的一种 跟中国关系上的一种波动呢 还是说是一种 实际上根本性的一种 价值观意识观导致的 中美正正开始脱钩 甚至说是回到冷战时期 我几个月前我就开始 或者今年二月份三月份的时候 我就说看到几项 看到说不能我们又是 We are moving toward the cold war It doesn't have to happen 但是就是说看到好像 有很多冷战的rhetoric 现在是过去这几个月 非常甚嚣成上 所以我就不知道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 这种impression 这倒不是说我们要 scholarly prediction 但是就是说 从个人感觉的话 你对这方面有什么 一个现在有个什么 一个印象吗 是这样的 美国的社会现在变得比较混乱 你从他这个抗议这个失败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会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 因为相比之下 中国的社会现在比较自信 我的印象是 我又不在那 但是给我的印象是 中国人非常自信了 现在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 像以前的焦虑 而不像美国人 美国人现在对自己 对这个自己的政府 有各种各样的焦虑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 就中国人那个自信 和美国人的那个 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这一点 但是这个很危险 这很危险 就是他 这种新的这种局面 倒不是说中国要规定 新的世界秩序 当然这个什么 中国有一些政府的一些 出台的一些大的举措呢 会让这边理解了 也是中国想取代美国等等 你就是说在这种 有一种不对称的这种状态下 就是这边的不自信和那边的自信 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摩擦 摩擦 但是这个你在经济领域 你看贸易领域 就事实上中国出口增加了 而不是减少了 你怎么解释对不对 最后你还是要回答 这个资本主义的问题 对不对 就是很多战争是因为资本主义 之间对资源的抢夺 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的争夺 来打起来 这个你历史学上你知道 就是现在有没有那个条件 到底有多危险 我们就要看 就资本主义本身的这个发展 我觉得我们如果 现在我们时间不多 也没法深入来谈这个问题 也已经有人在谈这个问题 就是资本主义 它本身的这个发展 金融资本的这种 过于强劲的这种主导 对政治的主导 它会把世界引向什么方向 有一些未知数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预测 但是呢我觉得 无论怎么样 这个中国人现在越来越自信 这一点好 它现在要沉稳 它不会像那种 就是像美国社会 现在目前的这种分裂状态 但不是说中国社会没有矛盾 肯定是有矛盾的 但是整体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太一样 这都是非常非常表面的一些印象 你要真的要是分析 还得有很多具体的一些研究才行 这因为问我我的印象 我的印象是这样 中国战是不是在发生 又是吧 你可以用隐喻来说 说美国在发动冷战 但是呢 也有军备竞赛 这一点是 的确 军备竞赛 中国的海上势力的崛起 等等 有这一面 但是呢 你也会提出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对不对 中国是不是跟美国 中国也不愿意跟美国有冷战 打一个冷战 这是一方的 但是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吗 我们并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因此呢 很难说目前的事态 但我觉得中国那边比较沉稳 就不会让事情 发生到就是一种 就控制不住的这种层面 这边肯定不仅仅是一个选举的问题 这是一个深刻的深刻的 美国的社会危机 这个 泛泛的来比说 美国现在衰落 正在中国在崛起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什么层面上衰落 它在海外有几百个军事基地 就是太平洋到处都是它的势力 是不是 中国被它的势力包围等等 你说它衰败了吗 它没有衰败 它的科技方面 还是非常非常领先的 所以那个讲出它 美国衰败 中国崛起 就是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不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是它的军事机 它的军事仍然是强大 再一个就是美元低位 现在还没有被撼动 就这两个因素 就是 我想只要这两个没有被撼动 我觉得 美国的社会恐怕 还不至于到歇斯底里的地步 但是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焦虑了 你看得出来 就是 对 这跟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中国国内可能这个自信心 某种意义上的盲目膨胀 和美国的有点过于焦虑 它实际上 它真即使开始衰落 它也有可能long way to go 直到它是彻底衰落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双方的这个mismatched expectations 或这种assessment of the situation 可能会导致有一些 或会不排除一些小的冲突 或者说小规模 或者说中等规模冲突 但是就是说 这里看应该是 两方的国内局势和整个国际上的局势了 包括有没有经济危机 或者金融危机导致的内部的压力 需要找到外部的宣泄口 这些可能都是 所以这也是在国外的学者 华人学者可能是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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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